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家都怀孕了 就处理啊 一生来处理这不太对吧 有几个原则啦 就是说其实当然条文上是 非常不希望禁止你跟当地员工 有任何或者你同事之间都不要有 可是很难耶 对是很难嘛 同事之间 同事之间很容易吧 万一发生但是你们不可以有 滥用任何一方权利的情况产生嘛 滥用权利 任何一方权利 你跟这个人发生关系 不可以是因为你用你的权利 去跟这个人发生关系 是绝对不可以的 可是这要怎么判断 这很难啊 你跟当地人发生关系 你就是组织的人啊 其实跟当地人发生关系 是简单的 内部条款是立刻送你回家 真的还假的 是啊 好严格哦 对不起 如果被揭露 要么就不要被发现 很难不被发现啊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啊 你要带任何人进来 要整个地方的人同意 你才可以带那个人进来 哦 要不然就在外面嘛 这好难哦 要不然就在外面 就在外面 速战速决 那我看啊 哈哈哈哈 但是因为你很多同事在 眼睛在看着你啊 你要不被发现很困难 你怎么今天回来 看起来精神疏爽 哈哈哈哈 对啊 所以你去排毒 哈哈哈哈 很困难 这好难哦 有内规的 规范是一定要存在的 可是那你们这样出去一次mission 大部分平均的时间是多久 三六九个月都有 对啊 你看 假设九个月好了 那可以去当地消费找妓女吗 不行 就算合法的都不行 绝对不可以 会送走 这个也不行 像阿姆斯坦这种是超级合法 阿姆斯坦不行 前线不行 会黑名单的 这不行哦 会黑名单 黑名单就是你以后再也 apply不上任何mission 再也match不到任何mission 可是你还可以在组织里吗 还是可以回来 黑名单就buy了啊 哦就是你buy 就是就被kick out了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都不一样的情况 可是振兴当地经济 事情没有飞黑几百 这种经济也不需要振兴 我们可以去吃东西喝酒 他们也需要 他们也需要工作 这也是个正常的工作啊 不行不行 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去当地的餐厅啊 吃饭喝喝啤酒 但是性消费就是不可以 不行 也是有规定 绝对不可以 好严格哦 我觉得是九个月在那边 然后不能跟 你看不能跟同事 不能跟当地人 你怎么办 又不能卖 这样说好了 同事与同事之间 只要你不影响工作 我们不会硬性的去处理 这样子 好吧 我想说你们是不是会就是放一堆就是情趣玩具在那边 给大家就是随便拿一下 玩具是没有啦 玩具没有没有限制 可以自己带吧 可以自己带 机器人呢 没有 在讲什么 那就带那种人偶 有没有 没有 我现在只能yes or no 但是我不会主动跟你讲任何 information 好 没关系 可以带人偶 不可以 你要这样讲我们一起住的地方是有团体力量的嘛 你带任何东西会有任何不舒服你就得滚蛋嘛 或是就要共享这样 我讲一个 我简单说一个故事好了 就是团体约束的问题 我在卢布图的时候 曾经有一只小路跑进我们住的地方 那我们就开会 因为那个路后来藏到我房间的桌子底下 是真的路 真的小路 我还有照片 好可爱的感觉 后来这只小路 大家开会要决定怎么处理 大家都想把他留下来养嘛 就好可爱 小路在compound里面 哇 每天回来就有宠物多好 你们真的在那边很辛苦 压力很大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很好 可是你知道有个黎巴内钥匙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I think I will be afraid of the deer 我觉得我会怕 靠 因为他那句话 那只路就被送走了 然后你知道送到当地人的路下是什么 被指掉了 对 然后 然后 就因为一个人不同意 就留不下来 你好愤恨不平的感觉哦 最后那个钥匙哭了 因为所有人都跟我一样愤愤不平 所有人都想留那只路 所以你们是共识诀 不是多数诀 算是共识诀 对 共识诀 对 所以你说你要带任何东西来 带人进来 你要发展 个人关系 compound里面没搞好就挂点了 你就掰了 这个 这样你的个性 对啊 因为刚好 很大的适应问题耶 对啊 而且你看 就是 只要有个人说不行就不行 假设 是两个男生在追同一个女同事 那只有A男追到 那B男不爽 那说这个我不行 那 那你就depress 那是你的事啊 所以这两个人就不能在一起 然后马上黑名单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你追不到那是你的事啊 你就每天去depress 可是他会说我不舒服 他们两个有 有有关系 有新关系 这是违反条约的啊 他讲出来的时候 如果他讲出来的话就要处理 他没讲出来就算了 他就说我追不到 干我就是要弄大 对那就弄大 大家都痛哭 大家都走 你们全部一起走 三个一起 三个一起送走 干这超麻烦的 真的 听起来就好麻烦哦